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婷 欢迎在每周末与我们一起共进财富大餐 本周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是纷纷出炉 其中三月的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达到了2.86万亿 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 数据出炉之后 A股虽然没有一如预期当中的高举高打 却也是走出了一波先逸后扬的走势 那么对于此次公布的各项数据 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业绩正伪期来临之时 A股又将如何选择方向呢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风味 来听一听三位嘉宾的看法吧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大家好 我是边风味 欢迎大家每周末与我们共进财富大餐 我们将使您的投资像烹饪一样有趣 让财富充斥您的味蕾 同时本节目也在异财有客通平台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及时的收看 并与我们及时的互动 本期我们当然要聊一聊多个数据 从涉容数据到经济数据 很多的数据铺天盖地而来 市场的解读也有不同 我想今天我们仔细地来聊聊 各种数据对未来市场的一些影响 和我们的一些操作的建议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好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本期的我们的标题叫 A股能否继续牛 在当下的经济数据铺路之前 三月份的经济数据 基本上都已经出来了 应该说这一次的数据 我发现引起很多人的重视 甚至很多个人投资者 都来打电话问我 这个数据怎么看 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关心的 我们索性就来跟很多投资者 来聊一聊今天的很多的数据 首先是涉容 涉容数据从今年的一月份 开始被大家重视 很多人说这轮行情 就是涉容数据带起来的 所以我们从涉容和信贷数据聊起 老袁先来谈一下 好的 应该说这次三月份的 涉容数据和信贷数据 再次多人眼球 很多人标题党说是好到报 和一月份一样再报一次 是 从数据的一个情况来看 确实大大出乎研究者的一个预料 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数据 至少表明现在企业敢于要钱了 和PMR的一些数据结合起来看 PMR这个数据我们知道是三月份 来到了融库线之上 股市以下 代表着企业家是调研下来是有信心 敢于拿钱 投入到企业的一个生产运作当中 对 老袁说到这里我补充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说三月份的数据 和一月份来看又好到报的原因 是因为一月份当时我们看到数据的时候 是涉容数据信贷是放出来了 M2大增我们当时说过 但是M1当时是没有还是负责 所以从解读来看就是要大家知道 就是M2大增说明钱出来了 但企业这边还没拿到 三月份的数据是 M1也环比出现了百分之四点几的上涨 说明钱开始到企业手上了 不仅如此 这次的一个GDP我们看到了 GDP跟去年四季度是持平的 但这个持平当中 第一行业 第二行业和第三行业是不同的 一三行业是回落的 但是第二行只是回升的 几个数据综合起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企业 目前情况下景气度可能是已经是比较好 但我们还是要等下一季度 甚至更下一季度一个GDP的数据 看看能不能出现一个GDP的一个拐点 那非常重要 反谈一下 我可以叫一下 小吴对整个数据怎么来看 我就说它对市场的一个影响 其实之前其实在两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个收容数据 当时大家觉得非常不错 非常提振市场的一个信心 就是从两月份的一个收容数据披露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市场 出现了一波紧碰的一个行情 那么那个时候更多是 大家基于流动性的这样一个相对的宽松 所以做了一次整体市场的一个估值抬升 但是往后走 我们发现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从纯粹的流动性的这样一种溢价 流动性的估值抬升 进入到真正经济修复的 或者是说经济改善预期之下的 这样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些行业 因为钱开始慢慢地进入到企业层面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 涉容的一个数据 这当中我们说涉容数据的这样一个变化 也能够映射到整个市场当中 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再往后看 可能整个市场和之前的市场 会完全不同了 那么对这一次出来的 各方的经济数据 这一次我们看到许多经济状态 我看工业增加值不错 对 社会零售总额也不错 各个方面的经济分类数据 好像都是要比预想的要略好一些 所以很多人说 好像经济是复苏的苗头 越来越明显了 当然在数据出台前一天 市场已一根70点的大阳线 应该说也是有点出乎意料大涨 但是又有人说 这个好像量不够 现在市场我发现 很多人是怎么叫 叫满仓待涨 或者叫满仓谨慎 就是手上都是股票 然后买 我是也没子弹买了 这种格局好像现在是比较微妙一些 确实 这个格局是比较微妙 但从数据的一个角度来说 刚才我们说中期 基本上是定了 大家认为就是中期向好的一个苗子 已经是比较清晰了 因为我们宽信用宽货币的一个政策 使得这个市场 渐渐开始复苏的 所以对政策的一个关注度 还是比较高 如果结合这些数据的话 不是没有一点隐忧的 我们说CPR这次是2.3% 对 开始上了 其中猪肉 这个鲜菜以及水果 包括油价 上升比较高 对 那么尤其是猪肉 猪肉是3月份应该是淡季 但淡季如果是跟2月份 环比相比的话 发现猪肉的价格涨了1.2% 二师兄终于开始活动起来了 所以有这个通胀的一个引流 假如有通胀的话 那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 是不是会收紧 对 再结合这次央行的例会来看 对 似乎这方面是有这个苗头的 经济有改善了一个苗子 是看到了 对 数据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市场从2400点涨到 3288点 涨得更好 涨了800多点 所以你在这个关头 你说短期 是不是已经是充分反映了 经济数据的一个转好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市场也是对的 那么说到一些担忧 我们就来说说 本周还有个很重要的报告 就是央行的例行的货币报告 到底对市场的影响怎么样 小五怎么看 确实现在来说 对于这样一个流动性 很多人会担心 流动性在这边 是不是见到一个高点 如果流动性见高点的话 就意味着 是不是估值这边的一个台升 是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困难 但是从整个上半年而言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包括海外 包括全球的这样一个市场来说 整体的一个宽松的大基调 应该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 所以这点其实市场之后 很快就做了一个修复 在央行的这样一个例会之后 我们看到第二天是出现了 这样一个上涨的 所以市场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消化 确实比较快 当然在这样一个位置 是需要一段时间 进行这样一个整顾了 所以市场在本周一二的 这个大阴线和大阳线之后 很多人说市场是全面地完成了 思想方面的战略性的转型 就思想开始 刚才说的CPI出来 不再宽松 70点的阳线出来 经济复苏 所以我想我们在分析了 那么多数据以后 最后无疑是要落地到操作上 就操作上是不是会完成一个 一个是思想战略上的切换 从流动性到业绩层面 一个是市场盘面上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切换 我们说大小之间 或者行业之间 会不会有切换 这两天我举一个例子 我说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中国的好多家庭一样 四二一的一个组合 一就是最小的小孩 我认为我们的A股市场 所有的个股都可能是四二一的一 上面长辈很多 有父母 有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那这个大人是一大堆 所以一旦这个小孩一跌跤 马上多少手都会伸出去扶住他 所以目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短线的跌只要有一根 像样的一个阴线 第二天就能起来 马上就伸手把它扶住了 老爷爷那些意思就是 有很多人现在虽然 追高是不愿意 但逢低是愿意买的 对 当然要他走强的话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小孩上 你身体得健康 你得不断的一个成长 那之后的一个关口 你得自己去走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就应该关注板块 关注个股 近阶段淡化对指数的一个观察 老爷爷刚才那个我觉得蛮形象的 就是每次调整的时候 有人去抄 所以我想这种行情可能在当下是比较格局比较明显的 从行业上来看 再来说一下行业吧 其实这样一个受容数据出来之后 无论是看好或者是相对来说 比较谨慎的那些卖方 那些机构投资者 其实他们的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关注焦点 变到了周期股的身上 对 看到有一个卖方 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现在来说 中国的一个经济在慢慢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 应该来说会有多双手进行这样一个辅助 你不会让它立马又再次跌跤 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经济复苏 我们说无论是不是最终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开花结果 但是确实心已经动了 经济复苏的一个预期应该已经印在了市场的这样一个脑海当中 所以在本周我们看到了部分相对在之前 我感觉是比较落后的 比如说煤炭 比如说有色在本周都多多少少跑赢了指数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了一张指数的对应图 我们是把四个指数 上振创业板50和300画出来 好像把这四个指数放在同一个界面上去看 就很清晰地看到上振50最强 最强 其次是300 其次是上振 最弱的是创业板 所以如果从大的投资方向来看 是不是我们要从过去二三月份的以中小创为主 慢慢地转移到 以大的刚才说的50300里面的企业为主 确实因为中小创因为科创版的这样一个原因 做了一次整体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抬身 再要高举高达好像有点困难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样一个上振主板这边 其实大量的这样一些周期性的一个品种 其实已经开始先后出现这样一些动作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最强的 就业绩线当中最强的是水泥 加上工程机械 已经是先于整个周期做了这样一个主身 所以现在的一个行情更多 我觉得是一些挖地会得到 因为经济修复的这样一个预期 得到这样一个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填充 可能它的一个市场结构和之前市场结构 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之前他们是跑输的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他们会跑赢了 小吴说的这个 我就沿着小吴说的 很多投资者要问一个问题了 老师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品种 但有的投资者更谨慎的 投资者我看到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补涨 因为这些东西没涨过 就补涨完了以后 你们看好就要开始调了 其实无论是补涨也好 不是补涨也好 总是涨嘛 其实回过头来讲 它确实这一段涨了是少 你补涨作为一个理由也是可以的 但回过头来讲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目前情况下 中期大家都是比较看好的 所以可能在未来 要大家从慢慢慢慢 从宏观的一个数据 要开始向中观行业 向微观的企业 它的一个数据慢慢来考虑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我想一是跟大家梳理了数据 我想得出几个结论 就市场开始往流动性的行情 开始向经济正伪的行情 开始靠拢 这是4月份以来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二呢 刚才我们得出了第二个结论 就是逢低的时候 有多双手去呵护 好像冲高的时候呢 目前冲高还要靠自己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第三个呢 从选择来看 可能个股的选择和行业的选择 开始要求更高了 如果说二三月份的蜜月期 是我们说仍非标示的 随便来 现在随便来就不行了 而且我感觉波段 可能要开始增加了 因为冲关冲不过去 逢低有人买 那这个时候 可能波段性操作 可能会增加一些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给大家 因为上期我们说了 很多股息的品种 我们发现在后台 有很多人回复的时候 觉得很喜欢 我们再把高股息率 目前已经出台了 大概有30家高股息率 里面大部分我看了下 也是在第二产业 大家在我的互动平台上 回复关键词 高股息率 我们把这30家公司给大家 这30家公司可能会比较慢 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稳健度我觉得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 在说的很多的机会 有的是补涨也好 有的是行业新的机会也好 大家把预期放低 也许现在反而会 我们说慢就是快 会有一些惊喜 好吗 本期的财富大餐就到这 我们接下来进入 本期的风味信箱 好 进入本期的风味信箱 在有看头的 我们节目的下方的互动平台 我们看到有投资者问 这个梁桶油 他说什么时候轮到梁桶油涨 梁桶油这一波太慢了 说明有一些投资者 可能是出于防御的角度 去考虑梁桶油价 也确实好像涨了一段了 小吴刚才说到周期 梁桶油怎么看 石油石化确实是在周期当中 特别特殊的这样一个构成 因为我们只要想到石油石化 就是中石油中石化 对 那么其实我们之前说到 股息率的一个问题 恰恰是石油石化这样一个板块 它在众多行业当中 它股息率反而是最高的 是吗 对 它的股息率有五个点的 这样一个股息 5%很高了 应该来说 它们应该就是作为最后的 这样一个压轴出现的 压轴出现 对 压轴出现的 那么整个石油石化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油价已经涨了一段了 对 已经是涨到70了 等于说油价做了很大的修复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股价 确实 股价好像是原地不动 确实有很多投资觉得 它们太慢 怎么办呢 在石油石化这样一个 大的行业当中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选择弹性的话 不妨考虑一下油腹 这样一个板块 它们和油价相关度 也是非常高 另外一条 它们还有另外新的一个逻辑 就是国内的一个 能源安全的一个逻辑 国内我们看到 中石油中石化 它们今年的资本支出 都是非常大的 20%左右的一个增长 到明年可能也是 这样的一个增长 大家想想 哪个行业能有20的增长 而且确实我们看到了 包括年报 包括一季报 油腹公司体现出的 这样一个经营的弹性 确实是巨大的 包括杰瑞 包括通源 包括我们看到石化机械 这样一批品种 它们一季报 确实交出了非常亮丽的 这样一个大量 而且去年四季度 其实这些品种 有的是有比较高的弹性 这一波确实在 很多的题材里面 它们是属于偏弱的 偏弱的 所以我想刚才小吴 也给大家解释了 如果想要做一些弹性的 油腹 老员这边是在 这个老员的解盘下面 我看到是有互动的这个问题 他问技术上 3288何时突破 都很急 其实已经就差临门一脚了 大家想的可能不是突破 大家想的是要站上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可能你刚才说的突破一下 再拉回这个 可能短期也有可能会看到 但是要站上去 我觉得还是要讲究 天之地利人和 那每一次发动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波段行情的时候 实际上市场一定要有一个 零涨板块 近期是乎找不到 零涨板块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首先要有一个权重的股票 这个元帅升涨 你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股票 稳步地往上推 但是同时还要有先锋 这个先锋肯定是小盘股 你要仔细找的话 我觉得也许混改有那么点意思 因为我们看到领军人物有了 那像格力电器 这完全有可能作为领军人物的 对 它体量非常大 3000亿的一个体量 对对对对 那现在来看 似乎它这个稳步推进的动作 有一点了 先锋还没有 先锋找不到 尽管我们看到 像一气系有过几个版 对对吧 但是好像没有翻倍 再翻倍吧 那如果就像之前一样 之前因为是流动性很好 是 就和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接下来流动性 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强 那么在这个格局之下 它可能这个上涨的速率和斜率 是不是有可能会变得更好 有可能会变 甚至呢 我觉得小盘最近一段时间 也许会没有戏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像创业板 整个指数 这一轮行情涨了 要接近50% 那修整一阶段 也完全正常 回过头来讲 现在的行情 有可能会出现 类似于白马股的群英会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50指数也好 沪生300也好 这些指数呢 目前来看的走势的一个状态 要比小盘股要好得多 而且很稳健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 周三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幅的一个变化 对这些个股的一个上涨 是比较有利的 对 我觉得刚才老员 最后那个群英会 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就白马股它可能是一个轮动的过程 当然这个轮动是一个底部 逐步抬高的一个过程 那第三个问题呢 是关于在我的互动平台上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 关于地产产业链的 他说为什么最近的地产比较弱一点 地产股比较弱 反而是地产产业链上的 家电等一些比较强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原因了嘛 就政策了 虽然在这次的数据上 整个地产的数据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竣工很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地产它是在估值数据和政策之间 去做一个博弈 所以如果你要去参与地产股的话 你要去理解这种博弈的过程 估值在哪里 数据很好 没问题 但是政策可能会有些博弈 它会在这里面波动 相关的呢 反而它产业链后端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色 它也算产业链后端嘛 比如说基建 比如说水泥 再比如说家电 这些反而它在政策上最近可能会更偏利好一些 从很多投资者来说 能做波段的投资者 多做一些 那收益能够提高 不能做波段的 逢低多关注 不要追涨 我想机会都会有 本期我的言报点击呢 也会专门来说一下铜 我想在整个有色里面 铜无疑是目前基本面 似乎在大金属里面 机会更多一些的 近期我们连续说一些周期 从房地产说到基建 本周我们来说一下有色里面的铜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本期的风味性向就到这里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转 在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 尾盘出击的小技巧 本期我们再来跟大家教学一个 媒开二度的小技巧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是在短线交易过程里面 在股价强势以后进入回落 在第二波启动之前 去做的一些尝试性的交易 我们在这里是寻找一些 特殊的典型的K线 让大家能够把握住 在第二波启动前的一些迹象 关键点三个 第一 股价在回落前 有过强势表现 它必须要股价先有强势表现 然后在这里横盘震荡 再起第二波 第二 在回落后 出现缩量十字星 此时要引起重点的关注 一个股票在强势表现以后 回落回落回落到某一两天 甚至一段时间突然之间 连续有出现缩量十字星 或者单根的缩量十字星 这个时候你要引起重点的关注 似乎有起稳的迹象 第三 十字星后随即出现中大阳线 且伴随成交明显放大 此时强势股的第二波启动的概率极高 注意这种方式它有几个前提 我在这里再提一下 一 往往在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下 牛市 为什么呢 因为牛市很多股票它容易起第二波 第二 我们在以前教过大家一些 这些尽头线它其实是一些中继型的 尽头线 我们现在把这种形态在实战中 作为第一波启动以后 回落的调整的尽头线 我们来举一些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图中的这个股票的整个走势 图中主力多次利用十字星洗盘 但往往不敢过于打压 十字星它本身说明在这个位置 多空接近平衡在二次启动前 出现典型的启明星形态 启明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叫尽头线 此时短线客应跟随中央线 及时入场把握煤开二度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煤开二度最典型的是这个 大家看看 股票在这里突破平台以后 有一波加速上涨之后横盘震荡 横盘震荡的时候你不要去参与 等待它回调 回调破位 这里一根十字星 大家看看下面的量 十字星以后放亮阳线 当阳线吞没之前阴线的时候 及时的参与 之后在平台上搭了几天 突然之间出现飙升 在一轮比较好的市场里面 大家要每一次调整里面 看到这种典型的缩量十字星 它往往都是调整接近尾声的阶段 而如果十字星以后跟随一些放亮的阳线 并且能够吞没之前调整的阴线 应该可以及时的短线参与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强势调整十字星重点关注 十字星不要去参与 十字星之后的中阳线参与 往往能够享受到股价第二波 强势启动的煤开二度的机会 今天的《边学边赚》就到这里 本期的财经风味就到这了 最后我们刚才都说了周期 那科技股好像无人问津了 小吴很多人手上也拿着这类东西 怎么看 我觉得科技股当中要做一些分类 近期如果说科技股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更多是在开放层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市场 会越来越开放 比如说您计算 已经在做这样一个试点的开放 它是不是会对国内的这样一个IDC 包括服务机特殊这场 加仰网上的总部 正在说那个战胜的 老板有心 应该在一起 并且在四季 是离开放层面 有机会 有机会 对国家能 有机会 有机会